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顾悚然不寒而栗的描述 也许你会和我一样瞬间茅塞顿开 眼前豁然一亮 一部看懂中国的杰作 《猫城记》阅读分享 第三十九回 后来自从八千年前把我们的陶业断绝了 直到如今没有人会造 为什么呢 我问 压压压压夫斯基 什么意思压压压压夫斯基 没等我问 他继续的说 这些淘气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 现在已经卖给外国 一共卖了三千万万国魂 价钱并不算高 要不是政府给予出售 大概至少可以卖到五千万万 前者我们卖了些不到一万年的石器 还卖到两千万万 这次的协定总算个失败 政府的失败还算小事 我们办事的少得一些回扣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指着什么吃饭 薪水已经几年不发了 不仗着出卖古物得些回扣 难道叫我们天天喝风 自然古物出卖的回扣是很大的 可是看管古物的全是新式的学者 我们的日常花费要比旧学者高上多少倍 我们用的东西都来自外国 我们买一件东西都够老读书的人们 花许多日子的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莫拉夫斯基的永远快乐的脸 居然带出些悲苦的样子 为什么将陶夜断绝 亚亚夫斯基出卖古物 学者得到些回扣 我对于新学者的希望 连半点也不能存留了 我没心再细问 我简直不屑于再与他说话了 我只觉得应当抱着那些古物 痛哭一场 不必再问了 政府是以出卖古物为财政来源之一 新学者是只管拿回扣和报告 卖出的古物价值 这还有什么可问的 但是我还是问了一句 假如这些东西也卖空了 大家再也拿不到回扣 又怎么办呢 亚亚夫斯基 我明白了 亚亚夫斯基 比小些的敷衍 又多出一万多分的敷衍 我恨猫拉夫斯基 更恨他的亚亚夫斯基 吃惯了迷野 是不善于动气的 我居然没打 猫拉夫斯基两个嘴巴子 我似乎想开了 一个中国人 何苦替猫人的事动气呢 我看清了 猫国的新学者 只是到过外国 看了些或是听了些 最新的排列方法 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判断力 根本不懂哪是好 哪是坏 只凭听来的一点 新排列方法来混饭吃 陶夜断绝了 是多么可惜的事 这值得个压压夫斯基 出售穀物是多么痛心的事 还是个压压夫斯基 没有骨气 没有判断力 没有人格 他们只是在外国 去了一遭 而后自好为学者 一边舒舒服服的 压压夫斯基 我并没有向 猫拉夫斯基 打个招呼 便跑了出来 我好像听见 那些空屋子里 都有些 无业的声音 好像看见一些 鬼影 都掩面 而泣 摄若我是那些古物 假如古物是有回灵的东西 我必定把那出卖我的 和那些新学者 全弄得蹊跷流血而亡 到了街上 我的心平静了些 在这种黑暗社会中 把古物卖给外国 未必不是古物的福气 偷盗 毁坏 是猫人最惯于做的事情 与其叫他们 自己把历史上的宝物 给毁坏了 一定不如 拿到外国去保存着 不过 这只是对古物而言 而绝不能 拿来 原谅 猫拉夫斯基 出卖古物 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但是 他那点 恬不止耻的态度 是无可原谅的 他似乎根本 不晓得 什么叫做 耻辱 历史的骄傲 据我看 是人类 最难消灭的一点 根性 可是 猫国青年们 竟自会 丝毫不动感情的 断送 自家历史上的宝贝 况且 猫拉夫斯基 还是个学者 学着这样 不诗字的人们 该当怎样呢 我对猫国复兴的希望 算是连根 烂的一点 也没有 努力过度 有时候 也足以使个人 或国家死亡 但是 我不能不庆佩 因努力 而吐血身亡的 猫拉夫斯基们 只懂得 呀呀夫斯基 无望 无望 无心再去会 别的新学者了 也不愿意 再看别的文化机关 多见一个人 多减去我对 理想的人的 一份希望 多看一个机关 多使我 落几点泪 何苦呢 小仙 是可佩服的 他不领着我来看 也不事先 给我说明 他先叫我自己看 这是 有言外之意的 路过一个图书馆 我不想进去看 恐怕又中了空城计 从里边走出一群学生来 当然是月书的 又引起我的参观域 图书馆的建筑很不错 虽然看着像年久失修的样子 可是并没有他倒的地方 一进大门 墙上有几个 好似刚写好的白字 图书馆革命 图书馆向谁革命呢 我是个不十分聪明的人 不能立刻猜透 望里走了两步 只顾看墙上的字 冷不防 我的腿被人抱住了 救命 地上有人喊了一声 地上躺着十来个人呢 抱住我的腿的那位是 我认出来了 新学者之一 他们的手脚都捆着呢 我把他们全放开 大家全像放生的鱼 一气跑出多远去 只剩下那位新学者 怎么回事 我问 又革命了 这回是图书馆革命 他很惊慌地说 图书馆革了谁的命 人家革了图书馆的命 先生请看 他指了指他的腿部 哦 他原来穿上了一条短裤子 但是穿上裤子 与图书馆革命 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不是穿裤子吗 我们几个学者是以介绍 外国学问 道德风俗为执制的 所以我们也开始穿裤子了 他说 这是一种革命事业 革命事业 没有这么容易的 我心里说 我穿上裤子了 可糟了 隔壁的大学学生 见我这革命行为 全找了我来 叫我给他们 每人一条裤子 我是图书馆馆长 我卖出去的书 向来是要 分给学生们一点钱的 因为学生很有些为 信仰 大家夫斯基主义的 我不能不卖书 不卖书便没法活着 卖书不能不分给他们一点钱 大家夫斯基的信仰者 是很会杀人的 我想用阅读的方式 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部在国际社会 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 中国文学作品 猫城记 请朋友们 跟着我 一起走进 猫城记 猫人国 一起来感受 一起来听 八十多年前 老舍先生说给世人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友谈